真的是自身在美丽的仙境里面 自身花海中宛如人间仙境 我是第一次来 人间仙境的感觉 那真的很难得 民众口中的仙境 是七度农友陈德朗所培育的秘密花园 以新一花为大宗 每年过年后乍暖还寒时盛开 主人说今年开出上万朵 远胜前两年 从山下望上去 煞是美丽 今年的雨季天气比较好 所以它开的比较多一点 应该有山幻岛 到上面还有两种 有高杯低杯还有白色的 细心培育新一花二十多年 历经多次失败最终成功 一直到现在 德朗大哥依然在进行花种皆知 这是成功的一个例子 像刚刚那个小小的枝干就哭起来 像这个就已经哇长长了 那可能再过个两年 差不多就可以开花了 天天看啦 来拔菜就看花 都心情很好 这个新一花在我们这边真的是少之又少 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功效 它是一个药用植物 那我们想要请那个德育食品系管理系的教授姓蔡 他有心想要把这个东西去提炼成精油 那我们是不是看能不能把这个新一花在 它发泄了之后呢 再做一个利用 那成为一个产品 再扩大它的一个附加价值 那今天真的很幸运 真的我们来也没有下雨 看到满山满谷的那个新一花 各种颜色还有茶花的秤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除了新一花外 园内还有各式各样的茶花 其中一棵黄金茶花 各人是开满整树 金黄色的花朵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非常耀眼 德郎夫妇欢迎民众来赏花 想赏花的民众要好好把握这两个礼拜 但请记得事先预约 以免扑空 新一花的秘密花园 记者推厂军 基隆报导